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川普工作了一个星期 上个星期 从星期一到星期五 他工作这一个星期干了这点活啊 我不知道奥巴马 克林顿 大小布什 当初他们工作了前一年 或者前半年干了这点活 有没有川普这一个礼拜干的活力度大 力度大 时间肯定比他长了 这力度大的概念就是说 川普他可真说什么就做什么 他不加思考 那么很多人就讲说他是这个了那个了 就是他没有任何过去这三十多年中政客 所形成的精英的文化 过去三十多年是指里根了 那里根从八零年上来到八八年下去 他只能当政八年 里根当年上台的时候 就是对八零年以前的 美国的整个政治本身 是一种巨大的冲击 比较差不多了 那里根之后 我们看到了市局的整个市局的改变 对吧 这种环境的改变 在这种改变的过程中 又形成了新的精英的内在的东西 包括老布什 克林顿 小布什 奥巴马 我们看到了几任总统 他所做的概念 形成了几十年来 二十多年 形成了美国乃至西方社会的精英文化 川普的出现 一个礼拜就制造了相当的混乱 而这一份混乱没错 是出现了 很多地方让人们看到了一种 他一刀切不管不顾的做法 可是这不管不顾的做法呢 又确实打破了 在过去二十多年 形成的虚假的一面 甚至与共产党勾勾搭搭 形成的邪恶的一面 助纣为虐的一面 我说的意思 如果你不在其中看问题 川普的做法本身 冲击到不同人的利益的时候 而你不在利益上去评判 你不在人的道理上去评判 你在自己更高的生命境界中去看待 你看到了人们在为自己利益的奔波过程中 相生相克的道理的绝对的存在 川普今天的出现 是美国人一手造成的 是奥巴马 克林顿一手造成的 他遭到的暴力 你今天完全可以不接受他 但是呢 包括西方 包括美国人的媒体 是你一手造成的 你今天不愿意接受 是你输不起 但你已经输了 他就这么干了 所以社会会出现分裂了 美国社会会出现分裂了 那在大年三十的时候呢 川普拿出的这个限令 限制入境的命令 引起了轩然打波 那我们 我们先跟大家回复一下 川普的限令 他的内在的实质是什么 BBC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 Step into a divine land Full of ancient wisdom and timeless beauty Where heroes become legends Goodness always prevails And the door to the great way is open A lost culture returns When Shen Yun Takes the stage For showtimes and tickets Visit Shen Yun.com 川普限令 到底谁受到了牵连 川普行政命令禁止了 所有伊朗 伊拉克 利比亚 索马里 苏丹 叙利亚和野门的公民入境 限期90天 即使他们持有合法的签证 或者合法在美国的绿卡持有人 都会被暂时拒职门外 那后来新的解释说 有美国绿卡的应该是不在其中了 这是后来的解释了 持有双重国际的人也会受到影响 例如一个持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际的公民 就不能入境美国 部分人在美国机场已经被扣留 大概牵扯到几百人 那人权组织 就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28号 估计目前大概有100到200人 在美国机场被扣留 而在其他国家的机场 有些七个国家的公民也被阻止 行政命令设了上限 说在2017年 美国最多只接受5万难民 原来奥巴马的年代是10万 纽约东区的联邦地方法院 星期六晚上 同意了人权组织的申请 阻止政府将持有有效签证的 受到影响的国家公民 递解出境 判决书讲说 会给这些人带来巨大的 不能挽回的伤害 而这种颁布的法令 只是强调不能递解出境 其他他不管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 美国国土安全局讲说 他尊重法院的这个判决 他同样要执行 美国总统的行政法令 所以呢 该拦他还拦 但是呢 拦着之后呢 法院说你不许再给他解敌出境 那没问题 先给他放在 移民局的监狱里头 那有可能 川普的做法说 要阻止极端的信仰恐怖分子 入境美国 那他变成 但是变成了一刀切 所以就影响了很多人 川普在星期五宣布措施讲 说不能忘记911的训令 但是呢 很奇怪的就是 911的当时的截击者 大部分来自于沙特 但这个禁令的七个国家中 不包括沙特 而近期在美国发生的 恐怖袭击当中呢 也很多来自于其他国家的 包括像阿富汗这样的人 巴基斯坦乃至于美国 而川普在竞选期间 曾经明确表示 全面禁止极端信仰者入境 当时的共和党和民主党 两党都是反对的 而现在出现了禁令 民主党议员反对强烈 但是共和党议员的相对 却没有发出声音 与此同时 在美国一些各州的检察长 对川普的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 那主要来自于民主党派的 所拥有的这些检察长 川普违反了宪法 如果他们真的能够诉诸法律的话 说川普违反了宪法的话 那川普也有可能会吃官司 这是过程 在与此同时 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就是 在美国西部的加州地区的这些 大型的网络公司 包括Facebook Google 包括这样的公司 他们的总裁 CEO都相应发表了意见 对川普的做法都提出了不认同的做法 因为他们的公司遍布世界各地 他们的雇员来自于世界各地 而川普的本身的做法 造成了他们的雇员 出差的雇员回不了美国了 一共有16个州的检察长表示 发表联合声明说 对法庭驳回川普的这项行政命令 很有信心 宗教自由是原来是将来是 一直是美国的基石 总统不能改变这一切 而总统的做法呢 违背了宪法 违背了美国精神 违背了法律 那他们将联手抗争呢 确保联邦政府尊重美国宪法 那民主党的检察长认为 将成为强烈抗议 这个川普的一支胜利军 好像与共和党的检察长 曾经反对奥巴马政府的政策 当时情况一样 所以是否会提出司法的概念 不好说 不知道 那面对川普的做法 在欧洲引起了 同样引起了强烈的反对 包括德国总理 那包括英国的首相 也逐渐逐渐认为 川普的做法太过分 不能接受 在我的眼睛里这是个过程 而更特别的就是加拿大总理 加拿大总理在推特上 说了一段话 说那被川普拒绝的人 我加拿大愿意给他们提供居住地 避难所 这是一个相当 相当 相当冲击 跟川普 直接对着干的说法 结果呢 这命运的 命运的本身的概念 令人们非常吃惊 加拿大魁北克的清真寺出现了枪击案 死了六个人 总理说这是恐怖袭击 29号晚上 在魁北克的一个清真寺里面发生了枪击事件 六人死亡 八人受伤 那警方已经抓捕了两个人 警方说相信没有其他的嫌疑犯了 但是 路透社早期的报道说有目击者讲 至少有三个枪手 特鲁多讲这是一次恐怖袭击 这个中心应该是供人避难和举行礼拜的地方 发生了暴力事件 让他很痛心 命运的一种安排出现了非常有趣的令人思考的现象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29号上午说 他愿意接纳被川普接受的人 结果29号晚上 清真寺我们知道是拿特出信仰的人去的地方 结果在这个地方遭到了袭击 那我们知道被川普拒绝的呢 正是这个清真寺所代表的这种宗教 可是袭击者是谁呢 一开始有人们有这么说有那么说 结果后来发现袭击被抓两个人 证实袭击者跟他们有着共同的信仰 可能是门派不同吧 可能有着阴谋吧 你随便怎么说都成 所以这是一个对加拿大总理来讲 是一个命运本身给了他一个嘴巴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早前在社交网站回应川普的做法 指加拿大政府不论信仰 都愿意收容那些逃避战乱和恐袭的难民 但是今天紧接着出现的状况呢 就是这么个状况 特鲁多他代表的是自由党 那他所崇尚的一切呢 就正好跟川普的理念是对立的 文章里也提到这家清真寺 去年六月份就曾经发生一些恶意事件 在我做节目的时候 我们没有看到加拿大本身 对这件恐怖袭击事件的一个内容的更新 但是能够意识到他的复杂性 远远超过于今天人们以为的 所以在我的眼睛里依然是这句话 命运决定了一切 而每个人们站在自己的利益的角度 去思考现实环境 却缺乏一种真正生命的纵向的命运安排的时候 那你一定会被自己的命运的本身所左右 甚至所嘲笑 2017在我眼睛里 依然是进化和回归的一年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